第109集 村里人惊呼而后大喜 机灵复活 日后他们再无需担忧了 即便是强大的一种来犯 他们相信柳神也能挡住 这一刻 无论男女老少 所有人都跑了过来 进行祭祀 朝拜柳树 咳嗦咳嗦的 老树皮脱落 之前出现凸起的那个地方 此时绿霞赤胜 钻出了几条新枝 皆翠绿玉笛 刹那间又光雾阴郁 锐彩万条 六树牺牲 再次抽出来四根枝条 迅速成长 很快就达到树米长 与之前那条一般无二了 五条六枝绿莹莹的 如秩序深猎一般 散发曝光 将整片大地全部笼罩 神秘莫测 有一种极其惊人的波动 租人大喜 柳神更加强盛了 那焦黑的树体 竟由小部分恢复了绿色 生机勃勃 闭光扩散 让这片天地 都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气息 有租老颤声道 柳神 你好了 我很好 沉眠结束 柳神传衣 收敛了神兮 绿光如潮水一般 从大山中退走 山脉恢复了过来 这一日 石村庆祝 无比热闹 有柳神在 再无需担心胸口的报复了 你很好 竟杀了一头纪灵 它可不简单呢 超越洞天井 只是根基破碎了 不然你唯一 柳神透过穿山甲 移下的几块骨 就洞悉了 他当时的状况 柳神 我已经开辟四个洞天了 按照组长爷爷的潜力论 我希望能开辟更多 小不点眼中 露出了西纪的光芒 一番交流后 柳树明白了 几根柳枝百栋 像是在轻轻摇头 八栋天就是极致了吗 这只是人族的标准而已 九栋天并非只有古籍上 才有记载 而是真实存在的 啊 小不点惊呼 认真地请教 按照太古时期的情况来看 柳树刚一开口 小不点历史就知道了 一定又是 以至强的太古凶兽的境界来衡量 这是一种可怕的标准 果然 柳树继续开口 太古年间 陶武 朱雀 陶铁等认为 在洞天境时 九栋可以称王 但十栋天才是极致 为此境真正之尊 小不点吃惊了 这个说法十分可怕 远超人族目前所盛行的标准 身在这大荒中太过闭塞 你很难有机会见到真正的奇才 更不能与郑侯幼崽等展开 具有警示意义的生死决战 在这里对你修行不利 陆神 你有办法吗 小不点听出了石村寄灵话中的意思 我曾说过 等我复苏时 可以带你去一个神秘的世界看一看 你愿意吗 说不定在那里 还能提前碰到你的小哥哥 石屹 虽然并不是真身遭遇 嗯 我愿意 小不点坚定地点点头 那好 你去与族人说一声 免得他们担心 然后 我们出发 柳树传一 称得上雷厉风行 刚说完就要启程了 嗯 好 小不点也不多问 立即转身 冲进族长的院落中 简单而快速地告知了情况 石云风 与几位族老都是以待 闻讯而来的石非焦等人也是一惊 全都为小不点捏了一把汗 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竟然可与穷奇 比方 焦土等兽的幼崽战斗 甚至 会遇到冲通者石云 听起来 有些惊人 孩子 你一定要小心 那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遇到太古凶兽的子嗣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种魔力太可怕了 是对幼年神奇的试炼吗 他们十分震惊 心中担忧 小不点很干脆 告知族人后迅速返回 没有耽搁一点时间 静止盘坐在焦黑的树干前 他神色正宗 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好吧 让我们开启通天之旅 柳树传音 声音虽柔和与平静 但却也有一种威严 五根柳条猛的暴涨 化成璀璨的秩序神烈 逆冲向天 轰的一声 绿霞耻声 令天地间一片碧莹莹 五根绚丽的柳条 洞穿了苍穹 像是打开了一座法则之门 天空中 光雾阴雨 一片朦胧 神秘而又深邃 嗡的一声轻铲 小不点感觉离开了原地 透过那片光雾朦胧的门户 他穿行而过 进入一片奇异的天地 这是哪里啊 小不点发现 周围雾矮朦胧 有若混沌在汹涌 一切看起来都模模糊糊 来这里 一团柔和的绿光散发 前方出现焦黑的柳树 他扎根天地间 引领小不点前进 雾碍渐散 前方逐渐空旷了起来 显得无比的苍凉与幽远 像是一片遗弃的世界 小不点惊异 像是一片荒废的古剑 武器辩驳 他站在柳树下 向着前方望去 看到的是大片的废墟 一座又一座鞠躬倒塌 如今只剩下断壁残源 柳树揣疑 去看一看吧 小不点迈步 入木一片荒凉 遍地尽是瓦砾 曾经宏伟的宫殿 殿宇都被毁掉了 有一种沧桑与远古的气息 小不点再次询问 这是什么地方 虚神界 虚神界 小不点心中一阵 使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肯定不简单 不然何以敢如此命名 有一种说法 这是成神后将要进入的世界 小不点大吃一惊 自己竟进入了神界 这种感觉很不真实 甚至有些吓人 还有人说 上古先民顶力膜拜的 至强生物神明 他们联手 一起用精神私感 构建了这片奇异的世界 柳树又道出了另一种说法 上古先民所遵封的神明 共同构建的精神世界 小不点睁大了眼睛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低头 看了看脚下的这片废墟 又望向远方那一座 都断掉的太古神山 觉得匪夷所思 这是多么真实的世界 小不点发出疑问 我的真身明明站在这里 若是由精神构建的世界 还能立足吗 有一点我要纠正 你现在并不是真身在此 而只是精神意志 小不点不相信 用力捏了捏自己的手臂 感觉一阵疼痛 这并不是梦境 也不是虚假的 明明感觉很真实 任何一种生灵 其精神都是最神秘的 更盛其肉身 你的精神进来了 在这里宛若经历了一番再生 与真身在此 没有什么区别 可这只是我的意志啊 并非肉身 为什么这般真实 好难辨别 小不点迷惑了 这就是虚神界的神秘所在 也是价值所在 精神在此魔力 回归现实世界后 会将所有的感悟 都带给肉身 共同蜕别 就如同真身在此地 修行一番 柳树指点迷津 小不点那惊叹 哦 好贵异的地方啊 他踩在瓦礼上 发出咳嚓咳嚓的声音 废墟巨大而空旷 至于远山 更是气势磅礴 即便都被击断了 也让人觉得 危恶而神圣 这些若都是精神构建的 得需要多么大的神通 才能做到啊 有一种传说 上古发生过大动乱 导致这片精神世界也破败了 故此出现这么多的废墟 先民膜拜的神明 有些也许是神 有些就是纯血的猪尖 吃吻 亚语 等太古生物 那是一个极其复杂 而又神秘的年代 我要在这片精神世界 魔地几深吗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 早已算是一片遗弃之地 错 这个世界浩大无边 你所看到的只是一鱼之地 柳神纠正 告诉他 还有广袤的区域 在那些地方 生灵众多 哦 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生灵啊 与你一样 其精神从外界进入 显化在这片虚神界中 他们也能进来 而且有很多人 是的 犹如一片真实的国度 接着 他进一步解释 那些人是如何进入的 你可曾听说过 拘国共济天的事 嗯 我知道